地里挖一挖 金蛋破土而出 这个口感绵绵的 林中找一找 山珍见首则清 你看这块就已经开始清了 水中捞一捞 鲜鱼活力十足 一斤就是大概60块左右 农家尝一尝 滋味别具一格 这个所有的味道都进去了 高油门给人先爆一下 本期生财有道 带您走进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财有道 我是史涵 现在我是来到了福建省 明德市的周宁县 周宁是一个避暑圣地 平均海拔800多米 森林覆盖率超过75% 是国家级的天然氧霸 那么这里除了有 秀丽的风景之外 还有很多特别的风物 当地百姓借助这些特产和美食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生财之路 周宁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 地貌以山地为主 四季分明 东长下短 具有明显的高山立体小气候特征 尤其是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海拔最高的行政村 紫云村 更是有着夏日里难得的凉爽空气 特殊的气候和海拔 也孕育出独特的物产 周宁县有一种大名鼎鼎的农作物 就藏在紫云村的农田里 它是一种高山土豆 高山土豆 对 我们的高山土豆品质非常好 这个品质非常好 人家外地的客户都非常欢迎 这个现在很亲爱 很喜欢吃啊 哦 我看这边应该是已经挖完了 是吧 这边挖完了 哦 就最后一批了相当于 最后一批 对 挖出来看看呗 这上面都长杂草了 应该怎么挖呀这土豆 先在旁边先挖 哦 先挖旁边 先挖旁边 哦 这已经出来了一个了 这个是长得在旁边 哦 这先跑出来一个 它是根是长得在旁边 然后这边再挖 哦 两边 哦 挖上边 哦 这就看见了 里边就有了 对 哦 哎呦 你看 就这么大这么大 哦 也不会很大个 哦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 这个可能算稍微小一点 这个小一点 哦 这个非常好 黄黄的 本地品种出来 它好像形状就没有那么规律 对 它是长得有的会 有的会挖一点 不好看一点 那就好吃 这一坨特别多 对 哦 这一坨特别多 是啊 李晨灯告诉记者 紫云村的海拔在1200米左右 因为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 紫云村高山马铃薯的口感与众不同 每年几乎都会供不应求 哦 可以可以 就是微信上去地址 但是 东西确实好 确实好吃 可以可以 明天记 嗯 好 好 最近 好 好 哦 这说着话就有客户买了 就是上去买了十箱 他今天吃的 他说好吃 他孩子说还要吃 就是今年刚买的 然后现在又要买 就是上去前十几天买的 哦 哦 这是个人 李晨灯是土生土长的紫云村人 早年在外地从事木工 建材等行业 2012年返乡创业 成立合作社 流转了90多亩土地 种植高山马铃薯 年产20多吨 主要销往厦门 上海 广州等地 煮完颜色才更好看了 黃黃的 对 金黄金黄的 金黄金黄 很漂亮 这个土豆啊 费多个非常多 是吧 吃了又再买 买了又再买 是吧 我都等不及了 要不来一个 是不是就拿筷子插一下也行 吃一个先 尝一下好 插透了 插透了 熟了 已经熟了 已经熟了 熟了 您也来一个 咱一人来一个 一人来一个 我也来一个 哇 这都已经煮裂开了 裂开 对 这个就非常糯 就把这个皮稍微剥一下 皮剥掉 剥一下皮 哇 好烫 烫啊 就感觉撕这个皮的时候 感觉这土豆特别结实 是 对吧 它就是蒸熟以后 对 它就是一丝皮就带着那个肉下来 你看这皮是皮 你看看 皮是皮 这个口感 绵绵的 嗯 绵绵的 很糯 真好吃啊 对 就是它那个口感 跟一般土豆还真不太一样 这个土豆吃起来 首先一点都没有那种沙沙的口感 它就一嚼有点像带着焦质的一种什么食材似的 是是是对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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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马铃薯 它就会散 土豆一拍不就碎了吗 对啊 所以你要不来感受一下 您先拍一个我看看 您感受一下吗 我不是太相信它能拍成饼 好吧 来一个 还真是啊 看 哇 哇 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土豆饼了 对 你看 对 这旁边可能有点分开 但是还没碎 对 黏在一起的一整块饼 哇 来煎一下 是吧 好神奇啊 我也试试 我起过手了 我也试试啊 这个放在台面上 对 是不能太使劲 是吧 不能太使劲 就慢慢拍 还真是啊 你看 我这个出来也是个饼 对 它散不了 对 一般的土豆 拍一下可能它就已经碎了 对 但是这个都粘到一起 下锅一煎它可能就更结实了 对 整块的 哦 那为什么咱们这边土豆 这就能拍成饼呢 跟这边的品种 还有土壤都有关系 它的粘度是特别高 所以它做成的土豆饼就是 口感也是很清甜 然后呢就是很绵 嗯 很多来这里的游客吧 都是都冲着这道菜的 是 就觉得啊 怎么那么好吃 怎么那么好吃 煮熟的土豆一拍成饼 这源于高山马铃薯 特殊的生长环境 闽东山区 常年云雾环绕 慢射光多 昼夜温差大 使得周宁出产的高山马铃薯 淀粉 还原糖含量等指标 均优于同类农产品 于是也就延伸出了别具风格的农家烹饪方式 除了原汁原味的土豆饼之外 以海产品为基底 烹制的土豆丝也别有一番韵味 把土豆丝倒进去 把土豆丝倒进去 人家这做法我还真没见过啊 刚才是一个土豆丝汤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自己家念的酒招 自己家做的红酒招 红酒招 要放点这个进去 来来来 人家比较好看也比较香 哦 搅开 搅开 它酒招也特别香 也不能换太多 哇 好香啊 这酒招一进来 就有点那个酸香味就冒出来了 这就是咱们这边 比较传统的做法 传统的做法 就这样 有些人一喜欢吃辣的 放点辣椒 哦 对 山里边有时候是吃一点辣的 对 这一碗的话 就感觉跟吃主食 像一碗粥一碗米饭一样 是吧 这就是我们中邻的也是特色 特色菜 在店里边是不是客人 有的把它当做一个主食来吃了 对 哦 还是吃饭的 如果是聚餐什么 人家一般 要点我做这个菜 哦 我尝尝哈 嗯 好吃耶 这个所有的味道都进去了 酸酸的还带那么一点点酒香 应该是红糟的这个味道 对对 这个土豆丝现在已经是入口即化了 特别好吃 绵绵的 其实我们这土豆丝 它是自己家里自己种的 自己种的 比较本身一点 是 记者走访的这家餐饮店 厨房里不设冰箱或冷柜 顾客用餐大多要提前预约 保证所有食材都是当天新鲜的 而寻找各种食材 则是经营者张娟玲每天的主要工作之一 好 这就进山了啊 是的 那么到山里边是找什么东西啊 到山里面这个季节 这个山里面就会有一种很美味的菌屋 叫做油肝菌 那我们这边也是当地的一道名菜 哦 哦 那它是在什么地方会长出来啊 牛肝菌 就像有点像现在这样的山里面 松树林 对 然后找到像栗树 里面有栗树 对 栗树下面 然后比如说有人采过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碰碰运气 比如说已经被采过了牛肝菌的地方 再去采 可能还会有 是 我看这块应该就是有人砍过的 这个松树枝说不定有人来过 对对对 它之前有的地方它还会再长出来 没错 哦 张娟林告诉记者 每年的七八月 很多周宁当地老乡 都会在高山丛林里 寻找天然生长的牛肝菌 尤其是在雨后的一两天 这种山针的出现几率 就会比较高 山里这蚊子呀 真是厉害 我这个脸上咬了一个大包 身上至少都有二十个包了现在 所以找了好久了 它为什么只咬我不咬您呢 因为我们武装的好 是吧 你做好武装准备 这边有吗 不太好找啊 这着 哎呀呀 这过来 哎呀呀呀呀 看过来看过来 噢 噠噠噠 哇 跟旁边那个那叶子都是一个颜色的 对 有的时候就看不出来了 我们把它摘出来了 摘一下 哦就是它 这就是那个牛肝菌是吧 umer一下 找到一个就很容易找到 那个那底下 那底下那几个树枝下面 那是叶子还是个 你看那是吧 大超大哥 这个好大呀 对呀你看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 有两个树枝在上面盖着 所以没了发现 所以就被我们给踩了 就给它拧一下下来就行 拧一下打出来就好了 还挺结实长的 拔打出来 这个这么大 对这个很大 这份牛肝菌能长到这么大 是的我们这边的牛肝菌 也叫做剑手青 剑手青 剑手青是什么意思 就是拔出来以后 被我们触摸了以后 它的颜色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会儿你看看 再一会儿你来看看它 新鲜的牛肝菌 如果送到菜市场或者餐饮店 能卖出一百多元一斤的价格 是当地最抢手的 夏季美味之一 而张娟玲所说的剑手青 又是怎样的一种现象呢 对 你看这块就已经开始清了 已经清了 是吧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剑手青 剑手青 对 对 氧化了就已经 对 然后切进去一会儿 马上也会变青色 是吧 是不是也得赶快处理它 是的 现在马上我们马上要点火下锅 所以切完我们就下锅 切片 这是它最新美的滋味 切了啊 好你切吧 形式牛肝 对 所以叫牛肝菌 你看现在刚切出来 它是白的 对 但是基本上是肉眼可见它就变色 对吧 对 你看这已经 秒速 对 迅速地就开始发青了 看这个 对 这个是刚切开的 这是三十秒之前切的 这是刚切开的 明显颜色不一样 而且咱们看这个位置 已经开始变化了 对 迅速地 肉眼都能看到它变化啊 所以叫鲜美啊 马上我们要点火下锅 加快速度切吧 是 来 咱们赶快给它切出来 都切成片 都切成片 也不用全切了啊 嗯 箭手则青 这是牛肝菌菌肉 被压伤 切开或手碰后 迅速发生 霉催化氧化反应 从而出现的显色现象 牛肝菌的电蓝色 在入锅后会迅速消失 恢复成诱人的黄润色泽 加上五花肉的油脂香 再丢进去一把干面条 这样一份香土气息浓郁的牛肝菌面 在店里能卖到一百多元 贵客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种干 没有新鲜季节的时候 就牛肝菌的干品吧 去做这个面条 有时会用干的这个牛肝菌 对对对 然后这么鲜美的 那肯定就是要只有干剂 所以您来刚好赶上这个干剂 所以就看缘分 对看缘分 而且刚好咱们在山里还找到了 对 是的 这种感觉又不一样 我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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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景区接待这种餐饮 有生态餐饮吧 有八个年头了 八年了 对 跟我的师父一起 八年前 为了照顾家庭 张娟玲辞掉大城市的工作 回到家乡 在李渔西景区门口 开设了这间餐饮店 在她看来 家乡的山水风物 同样是创业的法宝 如今 她的驿站 经常单日接待十几桌客人 而且大多都是回头客 在周宁 新系家乡的创业者还有很多 身居大山深处 养殖高山冷水鱼的消闲 也是其中之一 像您这里面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咱们这个里面养的是 叫我们叫西石斑 本地叫西石斑 是西的西 西石斑 后边是石斑鱼 石斑是石斑对 然后学名就叫做光纯鱼 光纯鱼 光纯鱼 就光飞的光 嘴唇的唇 光纯鱼 是 我看这鱼身上好多小条纹 对 它这个纹路都是树的纹 这个皮肚是树纹的 就是树纹 然后这个它是属于小型鱼 小型鱼 小型鱼就是说原来咱们西里面 山沟里面西里面都是有这个野生的 也是 然后就是本地也有 但是极少 极少 然后现在就是后面就是经过浙江 他们就是说 他们农会就培育出来一下 等于是养殖 又靠养殖 汤口价一般在60块左右 就是说人家来我们 咱们这边买 就是一斤 就是大概60块左右 除了在当地消费市场 备受青睐的稀食班外 萧贤还利用高山冷吸水资源 养殖了菜鱼 菌鱼 加州炉 等五六个品种 早年在上海 做了二十多年钢材贸易的它 如今俨然变身为鱼类养殖土专家 这个都有什么成分 这个是蛋白含量达到49% 高蛋白的这个料加州鲁鱼 炸得才快 直接撒进去是不是 直接撒进去就行 直接撒啊 撒了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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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那个吃掉很猛 来了 我试试啊 哎 哎 哎 没有 你要再管你前面是 好 好 这回有看见了 好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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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厉害厉害 这个大概是二两多 二两多 二两多 这个现在就是去年十二月份的 那就等于明年 明年这时候就可以卖了 它明年一年到这个时候 就有一斤二 你行啊 它就八两可以三次 消贤养殖的加州炉 大多敢在每年的休鱼期上市 借助错峰销售及休闲锤吊等模式 消贤的养殖场每年可实现三百多万元的产值 而这些生长于高山的冷水鱼 也是周宁当地一些农家乐的主打美食 那个西石斑 是先给它煎一下 先煎一下 那我就往里倒了 好 就是给它倒进去就行了 对对对 小心 这个土豆的火力挺大 对对 但土豆煮出来也比较香 是是是 就是这样 它高油温给它先爆一下 对对吧 好香啊 现在不是完全的油味 那个鱼香味也有了 鱼香鱼出来了 土豆煮出来感觉就是这样的 是吧 煎一下有点黄色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些配料加进去 这都是配料 对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酸菜 是我们自己做的 酸菜 对 这边还是比较喜欢放酸菜 对对对对 这样是可以吃的 直接就可以吃 这个直接可以吃 真好吃 酸的味道 对它不像有地方酸菜那么咸 对还有一点甜 对酸甜酸甜的 把这个要跟鱼放在一起 对 加一点姜丝 姜丝 再放点辣椒 这辣椒其实不辣是吧 还好 主要是让它提个鲜 对对对 酸菜烧西石斑 既保留了西鱼的柔韧肉质 又带着浓浓的闽东山香风味 如果觉得小鱼吃着不过瘾 肉质肥厚的菌鱼也是不错的选择 朴素的红烧便令人食指大动 而这鲜美的菌鱼 在周明还有一种更加原汁原味的做法 这个是我们刚才去山上拿的山泉水 这不是矿泉水 不是矿泉水 拿它来煮汤是吗 对 这种水煮出来鱼特鲜 是吧 还有点甜的 咱们一边做一边说 就把这水倒进去 鱼不用煎 鱼不用煎 直接放水里煮 直接放水里煮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配料 放点大蒜去腥 去腥 这样漂亮 嗯 等水开我们就加进去 放过几分钟就好了 叶华17岁开始进厨房当学徒 在周明做了近20年厨师 几年前离开大酒店 自立门户开办农家乐餐厅 随着周明县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 叶华的餐厅也越来越忙 一道道朴素的山香农家菜 北越来越多顾客所熟知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熟了 对 一种香味 好鲜 你们现在就加点盐就可以了 放点盐 就可以出锅了 对 放点盐进去 然后再加一点枸杞 放点枸杞 调个颜色 调个颜色 哦 这现在叔叔可以吃了 可以 可以 我要尝尝 好 好喝 比较香 对 因为这个鱼汤现在喝着就有一点点像是那个 就是蘑菇 就菌汤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鲜味了 像我们这边都是高山 然后我们这边水 鱼啊 然后它鱼特性 是是是 而且这个肉质还特别 特别好 那就像您在您家店里边 比如这么一份鱼汤 一般是卖多少钱一份 像这一份的话 将近大概200块钱 哦 那还是这个菌鱼是比较好的一份 对对 也比较好的一份 生意比较好的时候 一天这个营业额大概要多少钱 嗯 两三万 最多的时候一天两三万 对 那就很厉害了 还行 头身一方山水 身耕一方风味 作为闽东地区难得的避暑养疤 作为三库加炭库 生态理念的孕育实践之地 周宁县的创业者们 积极探索出一条 产业优生态美百姓富的 特色乡村振兴之路